见过太子了吗 奴 遵赵公主的吩咐 正在一步步接近太子 果然聪明伶俐 没枉费我的一番调教 赵高祖上 虽是赵国宗室旁之 可为之多年 早已穷困潦倒 这次族人犯罪 若不是公主恩典 赵高已死在荒野 您的大恩大德 赵高一定会报答 留在太子身边 便是对我最大的报答 您 到底想要奴 做什么 尽你所能 陪着他 哄着他 游着他 给他世上一切蹊跷之物 让他终日沉溺于玩乐 纵然平安长城 也不过是个废物 我虽然救过你 可是从今日起 你我便是陌生人 不必为我传递任何消息 也不必做任何多余的事 记着我今天的话 便是报了我的恩德 奴 愿为公主 肝脑涂地 誓死报效 太后 太子来了 好 孙儿拜见祖母 起来吧 来 让祖母瞧瞧 好 正儿 先前祖母太过生气 说话重了点 正儿 已不生气吧 孙儿不敢 来 坐下 瞧这小模样 跟你母亲长得一样 眉清目秀 却生了一双倔强的眼睛 父王也这么说 正儿生得更像母亲 嗯 脚儿就不一样了 跟你父王小的时候啊 长得一模一样 祖母更爱乘脚 是吗 傻孩子 只要是祖母的孙子 岂能不爱 你看 这都是祖母亲自做的糕点 加了甜甜的蜂蜜 脚儿最爱吃了 正儿 要不要尝尝 太子 王后吩咐了 您的牙坏了 一日只能用三块糕点 不可多食 祖母 我的牙坏了 母亲吩咐 不让多食 谢谢祖母的好意 哪里来的奴婢 竟敢管主子的事 还不退下 我 quer 帅儿 这可是祖母亲自精心为你准备的糕点 你岂能不尝尝 来 就吃一块 你母亲不会知道的 祖母 糕点下毒了吗 你这孩子 胡说什么 如若不是 他为何如此恐慌 郑儿 祖母岂会害你 祖母 我不想吃了 我想回去了 郑儿 郑儿 走 快拦住他 太子 你是怎么办事的 又不是让你杀人 这点小事 你那么惊恐做什么 太后 咽血已是实在荒唐 这 迷云太子取血 这如果被王后发掘 这如何 知道又如何 您还没有确定 怎好贸然行事啊 想要孙子 多的是女人生 血统存疑的孩子 绝对不能让他当大秦的主人 快 赵公 赵公 太子 您没事吧 赵公 我 我痛好痛 来人啊 快来人啊 来人啊 王后 王后 是鸭布鲁 食之昏迷不醒 可用作拿草为药影 两个时辰 方可苏醒 这里就托付你了 诺 医师 太子没事了吗 鸭布鲁服用过量 可通体麻痹而死 幸好你及时为太子催吐 否则 太子纵然能醒 身体也大为受损 奴卫太子 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你若轻松去死 企划有如何进行呢 所以 你必须活着